驢子与小狗一所预言二识 有一位商人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头驢子 商人每天牵着驢子到外面送货做生意 做完生意回家的时候就会为小狗一些零食 并和小狗开心的玩耍 驢子看了心里非常的羡慕 就问小狗说为什么主人会那么喜欢你 小狗回答道因为我会跳到主人的身上撒娇 然后再用舌头舔他的脸跟他试好 有一天商人没有把马铸的门关好 驢子就学小狗一样 笨笨跳跳的将主人扑倒在地上 然后再用舌头去舔主人的脸 满身狼狈的主人费尽了力气 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 主人挣脱了驢子的纠缠以后 非常生气地将驢子痛打一顿 然后再将驢子拉回马舅 并将驢子结结实实地绑好 这故事在说明 同样的事情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去做 只要做好本分 好好的发挥天赋 不要牵强地扭曲自己和别人 感谢观看